應該說是兩天的考試就考完我 可能這六年要考的東西 可能在香港的大學 他們每一個整個考試 考完之後就可能不用再碰 我們就一次過全部都要考完 所以難度都可能在這裡 可能內容是一樣的 但問法或如何接觸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要由頭再讀 都是由零開始的 這個考試制度好像撕飛 只有五次機會 其實撕下撕下很快就沒有 所以在這一方面來說 我覺得這方面都是困難 回家之後就除了兩間本地 兩間大學畢業那些 其他哪個地方回來的 是不是英聯邦也好 美國也好 其他地方都一定要考考考試 我們用同一把尺 這個醫生是否夠資格 去香港服務香港市民 某些地方醫學教育 還有他考試的形式方法 和我們香港用的方法 或者可以說兩間本地大學 醫學院用的方法 可能有些不同 變成有些外地畢業的醫生 可能不是很適應 這類型的方法去考試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有了一些考試 令到他們知道香港是怎樣 容易更加融入了這個醫療系統 我們來接觸的方法 美國人好像有很多 法治療系統 在外國人身上 都不會有很多 但是很適合 我們來接觸的方法 但是他們都不會有很多 中文大學的認證 這個認證是怎樣去認證 它說自己好而已 你怎樣去認證 是否用香港大學 或者中文大學的水準去認證 是否派人去認證 要改善公營醫療機構的工作環境 這不只是人手 你證去人手沒用 我每次收人訓練醫生 沒有意思的 誰訓練他們呢 要訓練他們的人都走了 清黃不接你沒有意思的 你一定要想到的辦法 除了我剛才說的需求 以及公證的調控之外 有甚麼辦法留得住人 讓他們做得開心些